北京时间1月11日 NBA常规赛 熊路客场挑战黄蜂 两队在两天前刚有过一次交手 黄蜂战胜了熊路 今天熊路当然想要复仇 只是熊路现在确实是缺冰少将 而黄蜂又是非常会打主场的球队 熊路想要在客场带走胜利 难度还是有些大的 首截比赛开始 熊路率先发力 里兔外投 熊路一波17比10的攻击波 打停了黄蜂 熊路球员今天外线手感不佳 这是一个好现象 上一场就是熊路外线失准 这才遗憾落败 看来熊路今天是有备而来 暂停回来 熊路突然就陷入得分荒 外线停停打铁 黄蜂这边罗奇尔开始爆发 带队回应一波16比0的攻击波 不但反超比分 还建立其领先优势 黄蜂这波攻势太猛了 罗奇尔命中了3G3分球 把熊路一时间给打猛了 熊路在这一节后面的7分9秒内 只拿了2分 19-28 第一节结束熊路暂时落后黄蜂9分 第二节开始 熊路一波14比4的攻击波 顺利反超比分 布里奇斯3分命中 帮助黄蜂稳住局势 黄蜂第二阵容得分有点艰难 乌布雷今天开始隔离 对球队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黄蜂主力球员赶紧回到场上 两队比分开始交替领先 你一个我一个 都是寸步不让 这一节最后几十秒 罗奇尔抢断后一条龙上篮得手 黄蜂暂时领先2分 转回头 字母哥胡顶3分命中 熊路反超1分 三球拉梅洛超远3分出手打铁 字母哥持球横冲直撞杀向篮下上篮得手 但是裁判吹了字母哥进攻犯规 字母哥想要球队挑战 但是熊路主教练忍住了 现在挑战有点太早了 这场比赛很可能要打到最后 挑战还是先留着 48-47 半场结束熊路暂时领先黄蜂1分 字母哥半场贡献 11分9板4柱 米德尔顿11分4板5柱 沃拉11分 波蒂斯3分5板 黄蜂这边罗奇尔16分4板3柱2段 鲍尔5分4板3柱 布里奇斯9分9板 海沃德8分2板 第三节开始 拉梅洛连得5分 马修斯底角3分命中给出回应 海沃德争抢篮板的时候 被波蒂斯一巴掌刮到脸上 眼睛下面开了一道口子 出血了 只能返回更衣室接受治疗 看到海沃德受伤 也激起了队友的斗志 黄蜂越战越勇 稍稍建立起一些领先优势 熊路也非常谨慎 马上喊了暂停 阻断一下黄蜂势头 暂停回来 罗奇尔造了波蒂斯一个三分犯规 三罚三众 罗奇尔今天状态火热 这时候也非常兴奋 转回头直接抢断米德尔顿 可惜下快攻上篮天出 还是有点遗憾的 熊路半天没有得分进账 黄蜂抓住机会 一举把领先优势扩大到十分以上 胡得三分命中 帮助熊路打破得分荒 字母哥回到场上 也是连续冲击篮下造杀伤 字母哥造杀伤的能力惊人 上一场就获得二十次罚球 黄蜂没人能够限制住字母哥 只能不停犯规了 74-83 三节战败熊路暂时落后9分 第四节开始 字母哥和米德尔顿一起带队追分 米德尔顿开始爆发 又是中投又是三分 以一己之力扛起球队前进 随着米德尔顿抛头打进 分差只有一分了 这一节熊路已经砍下13分 其中11分是米德尔顿拿下的 得分爆炸力太强了 两队你来我往 比分也是紧咬在一起 比赛进入最后三分钟之内 两队打成95比95平 罗奇尔上篮 波蒂斯从身后一巴掌 打在罗奇尔脸上 太狠了 裁判吹了波蒂斯防守犯规 并看来回放 没有升级判罚 认为波蒂斯是冲着球去的 不是故意想要打人 罗奇尔两罚两中 黄蜂暂时领先两分 两队一番乱战 黄蜂势头不尽 熊路是失误不断 关键时刻 布里奇斯篮下得手 黄蜂取得四分领先 还有最后42秒的时间 熊路还有机会 字母哥强攻篮下打成2 1 黄蜂挑战失败 字母哥加法打铁 但是马修斯捕篮命中 追平比分 拉梅洛抛头打进 米德尔顿运到前场 没有投篮机会 赶紧喊了暂停 最后7.9秒 熊路传球出现失误 这个失误太致命了 字母哥被包夹 传球给队友的时候太高了 还有最后3.3秒 熊路使出犯规战术 布里奇斯两罚两中 熊路彻底没有机会了 最终 黄蜂103比99战胜熊路 全场比赛 黄蜂一方 罗奇尔 27分7版4柱 鲍尔23分5版3柱 布里奇斯17分11版2柱 海沃德14分4版3柱 熊路一方字母哥 26分13版8柱 米德尔顿27分7版11柱 沃拉18分3版2段 马修43分4版 比赛结束 字母哥有些沮丧 直接转身走向球员通道 三天之内连续被对手击败 字母哥心情当然很糟糕了 而黄蜂这边就是另一种情景了 球员都非常开心 在场上一边庆祝胜利 一边和熊路球员拥抱致意 拉梅洛在场边接受记者采访 自己的一记抛头竟然是准绝杀了 想来对三球来说也是值得庆祝的 大家说是不是 谢谢 是 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